女主人公小刘21岁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学生 女主人公小孟22岁来自陕西也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欢迎两位 是说他特别 他特别磨叽 就这一点我就真的特别的受不了 他哪磨叽啊 我感觉我不磨叽 你看我这还没开始呢 他已经就是磨叽上了 本来我也不磨叽 好好好兄弟咱这样啊 我认为一个男人不可能那么磨叽 一会儿问你什么 你再说 不问不说 是我不磨叽 好 来我问你啊姑娘 你举个例子 他是怎么磨叽的吧 我们学校举行那个夏令营活动 我觉得当时我就倍儿高兴 我就过去问他 我说学校举行夏令营活动 你去不去啊 你要去你就去 是要举行夏令营活动怎么了 是举行夏令营活动了是不是 那当时我 那么多人 问你在说吗 不问被说吗 你接着说 人家举行夏令营活动 人家特别高兴去问 你要去你就去 结果我就特别高兴 当时是举行夏令营活动 我报名了 我报名了 是举行夏令营活动 那你看 那我 你不问我你去不去吗 那我不就说 你要去就去吗 那那我有毛病吗 那我报名了是吧 结果我去 人都是俩俩俩俩俩 我一个人站着像木头庄子 他没去 为什么他没去啊 当时睡觉了 其实吧 主持人我跟你说 当时我不想去 你知道吗 但是我又 我又 我就怕他生气 你说 那当时我只能就是 他每次都是那样 总有理 你说啥他都有理 就是总认为自己没有错 我就感觉 我跟他在一起时间长了 别人一看 我都不像傻新人 我就像东北人 我说话都跟他一样一样 是磨磨叽叽的 你看我也没那样事的 都没人不过去 你怨我呀 是他磨叽 就跟朋友去聚餐吧 人都各自带东西 我说我带帐篷吧 他说举手 特别高兴 我要带吃的 那行 你要带吃的吧 是当然是我说 我是要带吃的 结果呢 那我也没说带大家的吃的呀 就带俩面包 他给你带的 我吃了没有 我没吃吧 全让你吃了 对我人都看他一个人搁那吃的 他觉得自己挺好的 你看你们又不吃 那面包浪费的吗 那你说我能不吃吗 你们都不吃 可能丑的 那我能不吃吗 我就觉得你这一点 就是你看你还总说 我要减肥 我要减肥 我现在不能多带 我就给你带两面包得了 反正你还不吃 你们大家也没说 说让我带大家的吃的呀 那你当时就说清 你就说你带不了吗 我跟你女朋友聊好 你都安静了吗 我说我要带吃的吗 你能不能带多点 那我带这后 怎么就带六顶的 谁当你带六顶的 那当时你也不跟我说呀 你是不是你要给我说 你说你带大家的吃的 是不是 你看我这么一讲 你说我要带那么多吃的 你说大家都带吃的了 你说我怎么办 你说那么多吃的 你说不浪费吗 那你说人家怎么傻子呀 也算了 那你说我带的 我带那么多不沉吗 多累呀 带那么多 你说我好心好意 惦惦你啊 我给你带两面包 结果你爷爷说我 你说你怎么给这些人带吃今天 那你怎么给那些人带吃今天 那我知道啊 你就说 小刘 你给我带吃的吧 你给我带吃 小刘 你看我带呀 我又不是说不带 我差点吃的吗 我不差点吃的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你没说 所以我感觉 我不应该带大家的吃的 回答我的问题行吗 你们俩谈了多久恋爱了 一年多不到两年了 你居然还活着 不是我不磨叽 我真不磨叽 你就是嘴碎 每次都是这样 总是碎一年 可能人 比如说人吃个饭嘛 吃过饭饭端上来挺好的 或者被打一个鸡蛋 人放在上面挺好 我夹起来 你别说 我跟你讲 你别说那吃过饭饭 你一说那吃过饭饭 我就来劲 我都快到谁了 上来了之后 顶上有一个鲜蛋 他用筷子夹起来 那个汤 就里头那蛋黄 就巴巴的碗出汤 那人吃的 本来挺好的嘛 我说姨 我说你瞅你 这啥鸡蛋呢 像年谭似的 把人就不吃了 就走了 那你说 你说成那样了 你让人怎么吃 我不就行 跟你找话题聊吗 找话题聊 你能聊点好的呀 你这就非得聊 我也没什么恶意 但是我说那玩意 像年谭 他又不是 你总是这样 就包括我去我朋友家 也是这样 我到我朋友家了 哎你到没到啊 你到了之后 你 妹子啊妹子啊 那你去你朋友家 兄弟兄弟 不是 一人让一句 你说你要去你朋友家 你不得给我打电话吗 那我给你打没打 我之前我给你说没说 我要去我朋友家 那你直不说我担心你啊 等下 你直不说我担心你啊 这样行吗 我问你们答 你要吵 我们什么也听不明白 那那么点事吗 反正他现在说 那事多了 那是那点事吗 他就说我磨的 我感觉我一点也不磨的 你不是磨的 你是特别磨的 别说话了 我问你说行吗 行 我已经感受到了 他这种碎水倒刀了 他除了这个磨磨唧唧之外 还有别的缺点 就像他买衣服吧 人一次性就能买好 他不对 他一个衣服能买三小时 那你买衣服你不得挑吗 就我这身材 如果要穿个小碗 紧紧巴巴的 能好看吗 你要穿个大 贼大 你说这浪的浪汤 你走着 人说这啥玩意 那你不得挑一个中不溜的 能显出脊肤块的吗 那我没说你挑碗有错呀 那你挑颜色的时候 你哪不错 那衣服颜色 你啥都有 就你挑个颜色 就我穿 我要是穿 被儿黄的衣服 兄弟问你一句话 小刘 能控制一下自己吗 可以控制 麻烦你控制一下自己 这挑衣服 他花的时间很长 是吧 是啊 还有什么让你看不惯的 上一次呢 我们俩去公园吧 人家公园景色挺好的 我看他有健身器材 我俩都是体特生 我就说这健身器材 我看这银底厂上坐着 我坐一下的 然后我就开玩笑的时候 我说我都能坐俩 你都坐不了一个 哎呀 今天肚子疼 今天有点累 我坐不了 那我不是累了吗 那确实累了 那确实累了 我走了都有十不远了 我一看人没了 人可能干啥 哐哐一个就是坐 我说你干啥呢 我怕你生气吗 你说当时你们的天多热 你们的天哗哗疼哈 完了我肚子还疼 结果你非得让人坐起 你向上坐坐坐坐 非得让人到那里坐去 人不坐 小脾气上来了 哗就走了 那你说我什么心情 行了 这理由我也听明白了 再说下一件 我就前几天 我就说你帮我交话费 你就说交话费 交话费 老丁让人交话费 前十天 刚给你交五十万人电话费 结果呢 不到三天 之后又说 我又没花费了 完了之后 又给你交二十 之后又过一天 我问你 我说你有花费吗 没有了 你花费 花哪了 我给你打电话 能用几毛钱呢 电话基本上都给你了 除了你就是我爸妈 我给你打了怎么了 就让你交花费 你一顿废话 就那么多了 你给我打能花那么钱吗 你给我打能花那么钱吗 我感觉 肯定不是给我打的 你接着来干嘛的 一句话说 我不想让他离开我 好 接着问你 我特别爱他 我不想让他离开我 知道了 你能安安静静地让他说会儿话吗 能安静让他说一会儿 除了这些隧道的事儿 有什么大的原理 你还能不能离开我 你被咳咳打给他 你能安静地让他说会儿话吗 能不能逻开我 因为你对她说会儿话 是很忍y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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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估计到我 你说他多为难 就总是跟我在诉苦 好像就是万人 我都是为了 对 这是关键 你们大家还总说我 你先别说话好吗 因为你这吵着吵着 整个的思路完全在打断 打断大家的感受 到底你们俩出了什么问题 仅仅是你的性格吗 我对的挺好的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告诉你 第一 你这种碎水叨叨啊 优柔寡淡 磨磨叽叽啊 其实就说明了 你自己内心其实很纠结 但凡自己内心纠结的人 都是在打着小算盘 就想什么呢 既想少付出 又想获得最大的利益 商场里买件衣服算计 无伤大眼 顶多就是慢点 但如果在爱情里的算计 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他跟前女友抱怨 对你的不满 表明其实他是很贪心的 一面左手拉着你 那面手跟那边也不远距离 他对你抱怨 包括他说他妈对你的看板 都是在向你示威呢 都是觉得自己有多为难 让你要感恩 对女朋友里面抱怨你 那是因为他想暗示那边 对他还是贼心不改 听老师说 听老师说 不说话 没有人会同情他所谓的这种为难 其实那只是他的贪婪 这种贪心很可怕 他就碎刀刀没关系 但是在这件事情上 要给他一个干脆 如果他现在不能切断 对前女友的藕断思连 不能在他的母亲面前 很有力强的说 我跟你要在一起是永远的 那么你就跟他一刀两断 他来不了干脆的 你干脆离开他 好不好 好 就这样完了 周老师快 我对他又不是不好心 现在我说话 我是女士 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纯爷们的话 请你尊重一下我 可以吗 我说话 你不说话 我不是纯爷们 女孩 我们知道每个人有不同的性格 有些人很固执 不管你跟他说什么 他都会坚持他自己的做法 偏执的人稍微好一点在哪 固执的人 他至少还知道自己怎么去调整 偏执的人 永远不知道别人在讲什么 只会按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固有的思维去走 对于你现在相处的这个男朋友 一个偏执的人 因为他所有的话 只有他自己的思维 为什么他一直在跟你对话的时候 他只说他的 他不会听你的 我们说恋人之间互相应该是交流 交流交流的是什么 是我想知道你的想法 你也能够听我的想法 这才叫交流 但是你们两个在场上 没有任何交流 只有各自在说各自的话 所以对于这种恋爱来讲 我们不叫恋爱 叫自私的爱 你们只是在爱自己 所以如果今天 你真的还想跟他相处下去的话 可能你可能需要做一个 最大的一个让步 就是你闭嘴听他讲 听他说 如果真的你觉得 你做不到这一点的话 最好的做法 门转过来以后 转出去以后 你就走掉 因为你要选择的是 能跟你交流的人 能够做一段 稳稳当当 能够听别人在讲什么 也能够听自己在讲什么的人 所以对于男人来讲 最重要 你不仅是要去关心一个女人 更重要的是 要知道这个女人 她所要的关心是什么 我感觉我这样 都是因为她大大咧咧所造成的 都是因为她大大咧咧 所以我那么细心 我那么细心地照顾她 有什么事情 我都要想得特别周到 上面一位男生 是因为品性恶劣 我不屑于与他对话 你 我是想与你对话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跟你对话 爱情保卫战进行到三年 场面曾经失控过 但没有像今天这样 如此失控 根本没有办法控制你 如果一个成年人 无法控制住自己的行为 我只能说 你真的应该看心理医生 因为你真的停不住 完全停不住 我真是感叹 当她撸起衣服来的时候 一副阳刚的身板 却有一颗阴柔的心 方方正正的男人脸上 长得一张破嘴 心善良 她总结起来三个问题 什么呢 墨迹 就是心善良良 令死 不照调 墨迹是来源于蛮语 意思是说 拖拖拉拉 不利索 我觉得不利索 这三个字 对于她来说 真是太贴切 而所谓的墨迹 表面上我们嘻嘻哈哈 好像觉得没什么 但其实 你想想看 一个成年人 不能控制住自己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这会儿是控制不住嘴 以后可能控制不住心 这是个严重的问题 我都是能控制 第二是吝啬 吝啬我倒觉得没什么 第三点 不照调 不照调所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刚才说的 什么你吃饭的时候啊 她说不该说的话 说人家荷包蛋像谈 又是这个 跟哥们在一起喝酒 把你弄回去 然后又把前女友叫过去 我认为这是不着调 不是说她真的跟前女友 藕断丝连 她真心内心里是有你 她就是这种人 情伤特别低 这几个问题 虽然不是问题 但墨迹真的是个问题 因为它显示出一种 无法自控 这一点在将来生活当中 会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待会你考虑出不出来的时候啊 后面几点 什么吝啬呀 没主见呢 不知道调都可以不考虑 没有问题 主要就是这张嘴的问题 她这个行为习惯方面 需要正确的引导 如果你有信心 能把这张嘴给揪过来 那你可以出来 如果你要更无法忍受 你就甭出来 就这样 人还是个好人 你怕说了吧 我是好人 这个 兄弟啊 控制自己 控制自己的语言 控制自己的行为 今天你们俩牵不牵手 兄弟我跟你说实话 并不重要 我不想 我知道我知道 我跟你说啊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改 改一种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 如果这个行为习惯和方式不改 不牵手也罢 改了 完全可以牵手 我同意老师们的看法 人是一个好人 哎呀 终于安静了一会儿会儿 剩下的时间啊 留给你们自己 来 黄金60秒 姑娘你先来 说实话吧 咱们俩好这么长时间了 我对你 我觉得你这个人 除了碎碎念 除了续续道道 真的其他挺好的 你像你跟你前女友 这事 我是 我真的特别的生气 我当时我觉得 我自己能表现的那样 我觉得已经够坦然的了 但是我就搞不懂 你为什么跟你妈 也是那样 真的我和我前女友真没什么 我可以在这里保证 我可以我在这里发誓 我和我前女友真没什么 就跟普通朋友一样 我以后我可以保证 我以后我再也不和她说话 就是她跟我说话 我也不理她 你别离开我 我不想离开你 那 那 我爱你 那你跟你妈交流的时候 你能不能念一点我的好情吗 你跟你妈一个字都不提我 然后她还眼前 我可以保证 你现在你顾虑我妈 我可以保证 我以后回去 我会和我妈好好地交流 我妈是因为对你这样 就是因为我妈不了解你 你知道吗 我妈没有像我了解一样了解你 但是我会 我会劝阻我妈 让我妈更加了解你 像我了解你一样了解你 行吗 你别走了 行吗 那你能不能改掉 其实我们两个有能 有很多世界高兴的 行 你能不能改掉 那个碎碎念 就是一个就是默契的毛病 如果你要不离开我的话 我可以控制 我可以不碎碎念 但是我就 我就想你别走 我跟你讲 人在冲动的时候 做出那些决定 都是不理智的 你现在你生气的时候 你就是在冲动 你知道吗 你可以想想我们好的一方面呢 你看我们的手链 那不是以前都是 都是以前的好事情吗 你为什么不想想这个 你为什么总是说 我多么磨叽 多么磨叽 其实我那些 都是为了你好 你知道吗 我就怕你在外面受伤害 你说我能不这样吗 我担心你 所有才这样的 你是能不担心你吗 我就是担心你 我怕你这个 怕你那个的 我都是为了你好 我还能说吗 不能了 我就是不想让他离开我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这个行为 特别像什么吗 我们家小家伙 现在要买个玩具就这样 站那不走 咫咫啊 咫咫呀呀 咫咫呀呀 然后就喊 你这样啊 你的人生都会灰暗的 回去吧 你能保证你不离开我吗 你能保证 我刚才说的那些吗 我可以保证刚才说的那些 但是你要好好考虑一下 你别离开我 我真的离不开你 回去 我真的离不开你 你一定要除了呀 你知道吗 你一定要除了 来 请关门 来 各位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你们要碰到这么一个对象 你们会跟他在一起吗 会选赞成 不会选反对 来 各位 请选择 75.86%的人说不会 也不排除人家有人还是喜欢的 谁选的我会呀 举手示意我 就有那个女的 女生能理解那个男生 不是这么认为 我刚才的问题就是 你要找对象 你会不会找这样的人 不会 你受得了吗 受不了 女人要是这么许到 你能受得了吗 女人呢 是那么许到 我受不了 有女朋友了吗 有女朋友 在哪呢 在这边 这人你女朋友啊 她不许到 你许到吗 我也不许到 谢谢啊 75个数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5 4 3 2 1 请开门 主持人 不行 我现在我要找他 我要找他 我不能离开他 我必须找他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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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跟我上去 你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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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提什么要求 我都能答应你 你求你了 你别走行吗 你提什么要求 我都能答应你 提要求 提要求 姑娘 提提提 能不能 我是让你闭嘴 你就闭嘴 以后我 不说话 多多事 能不能闭嘴 我能闭嘴 我保证 我保证 我一定闭嘴 以后我能不能跟你前 你又不联系 能啊 还是不能 能 你跟妈叔叔说的时候 能不能念念我的好 我都听你的 以后 你让我闻东 我就闻东 你让我闻西 我就闻西 你让我闭嘴 我就闭嘴 你千万让我闭嘴 我绝对不说话 别说话了 来来来 其实今天 最遗憾的是 因为你不停地说 我们没有进行一个很良性的沟通 没有把事说清楚 老师不能更好地给你们分析 所以今天的这个决定 都显得仓促 你的走也仓促 你把他拉回来也仓促 你愿不愿意做一件事情 回去之后带着女朋友 去家里面跟你妈妈沟通一次 你愿意吗 我愿意 跟妈妈沟通一次以后 我还是欢迎你们再回我们的节目 好不好 因为你不能强迫人的女孩跟你订婚 你说呢 走吧 拉着她的手走吧 我可以抱她下去 你得问她 你问我 我希望他们下去之后 能有一个很好的沟通